水保局 許欣智 大家好 我是水保局 許欣智 今天要藉由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Bidducer封建資訊協作跟整合利用 然後這個 相關這個題目其實在去年的 也在一兩場研討會發展過 不過今天上面心情是比較放手的 因為今天主要他會給了我50分鐘 再加上因為之前也討會他們的領域的主題會比較局限 那今天時間 所以在時間上面 又點個比較短人數分中就要講完這個 Bidducer的這些內容 所以在講話語數就可以比較快 那今天50分鐘我就可以比較用像是 聊天跟做故事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這個題目 對 好 那首先 通常在這麼長的演講應該第一點要先有講者介紹 不過因為我本身的 覺得經歷本 都真的不是那麼豐富 所以我 最後會 如果實踐於學後 最後會扣合今天的主題 今天工作坊的主題就是 你環境資料出發 那結合自身經歷跟我的 生活做到的一些內容 來跟大家分享怎麼樣應用 依據去做這些資料的加值應用 好 那今天的一開始會先介紹我們Bidducer 那在Bidducer這邊我會把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會是資料面 那第二個部分會是它的功能 然後最後會是它的應用面 那介紹完之後 再來帶到我剛剛講到一些可能自身的一些 使用的一些經歷 就是從一般使用者的角度出發 而不是你的水高領域或是工程領域的使用者 來使用這個系統 那你怎麼能去使用這個系統 那首先 聚安空間資訊系統 就是Bidducer 它是水保局所建置的一個 線上的GIS平台 那使用者呢 是可以接觸柔軟器 那就可以在線上去 准取上面的所有的資料 那就如同它的命名原則 它叫聚安空間資訊系統 所以上面呢 它的特色跟賣點就是上面有非常多豐富的這些資料 像是這些 目前已經有超過12萬土的這些 具備用的糖尿證品這些資料 那除了這些資料 還有一些像樣的組織 都可以在上面去使用 那除了資料應用上面 除了資料展示上面之外呢 系統也開發了很多 或是間接了很多 一些分析工具 那使用者不只可以 去瀏覽資料之外 它可以直接在系統上面 做線上的價值應用 舉辦是簡單的繪圖 或是說再進行分析 那這些分析成果都可以在繪圖 做分享去使用 所以使用者可以在非常 非常不需要專業支持背景的下面 因為這些工具都設計得非常容易使用 然後就可以在我們系統上去做一些出貨的成果 那最後呢 最重要就是說 品質的就是像資料開放的精神 其實在Vinci上面所做的這些影像圖專 也都會提供API 就盡量把所有能夠開放的API都給開放出來 那共產 就讓不同的機關鍵集中 都可以通過很像平潔的方式 把這些資源共產出去 那使用 如果大家要使用BinJuice 可以直接 輸入下面的網址 就可以到我們的入口網 跟我們使用我們的圖台 或者是說 大家直接在那個搜尋引擎上面 繼續搜尋 居上空間資訊去走 或是BinJuice 那就可以找到我們這個頁面 那在我們入口頁面裡面呢 會 會放一些 像是 最近的一些公告消息 像是 如果有新增突資 或者是一些系統的網絡分析 都會 即時的 第一時間的發布在我們的入口頁上面 那上面也會有一些 完整的系統的介紹 那還有一些 過去應用的案例主題 還有一些價值應用的分析的結果 那最後 還有 相關的操作示範影片 都會在我們的 我們在上面去呈現 譬如說 基本上今天 主要講的內容 在我們在上面應該都可以找到 相關的資料可以去參考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到我們 我們在上面去留言 這些資料 好 那 在BG上面的資料呢 分類主要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相關圖子 那第二類會是影像圖子 那在相關圖子裡面呢 大家進來的時候 在那個基礎圖子這邊 基礎圖子這邊 基礎圖子這邊 點進來的時候 合金圖子裡面 我們這邊整合的是水保局 在業務上 常會使用到的一些相關資料 他除了水保局自己產製的一些圖子之外呢 也有整合進來的一些外衛機關他們 其他機關他們的開放資料 或者是像是 在業務局 然後 醫療所 這個東西 這些 蠻多豐富的資料 那實況還有 中研院他們前幾年 這幾年在 對外開放出來 這個百年的歷史地圖 也有整合到 我們的這些資料裡面 對 所以進來的時候 讓他們可以根據 不同的 不同的使用分別 去找看看有沒有 適合自己使用的 這些相關資料 那當然 那唐銷社影像圖資的部分呢 整合了從1966年以來 就是美術人當時期的 這個同樣貴心的影像資料 到現在最新的2023年的 整體能跟Lenset開放資料 都有持續完整的收入 那這邊這邊補充一下 這邊沒有更新到就是 我們去年也將 1972年起的Lenset1 到2000年初的Lenset 起了這段時間 Lenset的貴心影像資料 也都把它接置起來了 所以就是更完整的這個 在時間支付上面的 貴心的影像資料 那當然裡面有包含的一些 是 除了我們透過載購 所取得的一些 商用貴心的影像 那因為 有些影像它是有 商業授險性的 所以可能 一般使用者的不是 無法使用的 所以有些影像是指 只提供給出口局的同仁 才可以去使用跟遊覽的 那在航空照片部分呢 我們跟同航所 還有 建設政府 做取得的航空照片 取得之後 也都會進行影像的 增揚足力 那發布在 明據上面 讓大家可以使用 那 像是同航所他們 他們 他們 同航所的航空資料 非常豐富 就是它的 年度和跨距也非常的大 那品質又很好 那 像是建設政府 它可能有一些就是 像離島來講 可能就沒有資料 但我們發現 像是 綠島跟基門 他們都有 建設政府 自己的計畫 有去開過航照 所以我們沒有做過合作方式 取得了 那發布在上面 那更完整的 我們整個 台灣地區的這些航照資料 那近幾年 在 UAP 份呢 建設了一個 UAP的成果 創傳系統 那這個系統呢 它 呃 製造局的 同仁呢 他們拍攝完成之後 上去的系統之後 系統會有一個 精度檢測的機制 那在 確認 精度符合標準之後 就會發布到 冰局上面 來讓大家使用 跟遊覽 所以 從 剛剛去年 我們也有一個 就是把 原始照片上傳之後 去做 影像快拼 然後跟 他們所提供的 影像 來做比對 看看是不是夠完整 所以目前已經接著一個 非常完整的 上傳跟 檢測的機制 所以近期也是 希望能夠透過 這個 其他的機關單位 所做 那大家能夠共產 這個UAP的資料 就我們可能 提供這個 上傳的平台模組 那大家 可以立起來使用 那 這樣子上面 就可以更豐富 大家的UAP的資料 在機關上的共產 好 那 這邊展到這些 展到有 十幾萬幅的 這個 那 還有一些影像資料 那 可以透過 我們有一個圖示搜尋的功能 這個可以幫助大家 快速的找到 你所要的 關注的區域的 這些影像資料 只要設定好 時間跟你的 收取區域討論 那 跟選擇好你的影像 背景之後 去搜尋呢 他就會把 符合你 篩選條件的這些影像資料 都顯示出來 那你還可以再進一步而去 根據類別去選擇 那快速取得 你所需要的影像資料 那 除了 二維的這些資料之外呢 近幾年 我們 BGIS也是 持續的在 經濟我們 上回展示的核心 然後還有 建置上回的資料 但 前面提到 那這個UAB 他在上傳之後 我們也會去 加上原始照片 跟一些素質地形模型 再去做加值產 就是這個三維模型 那也發佈在我們的 系統上面 可以大家 使用三維的模式 來檢視這些 UAB的公開模型 那還有就是 這兩年那個 國務社會中心 再做上面比較有底圖 那他們做完的這些直播 也都有開放給 政府機關他會來借接 我們也將這些 三維的底圖的資料 像是這個建物模型 道路圖 這些三維的 基本的建設的資料 都把它 漸漸進來 去完善我們目前 在 這個圖案上面的三維 三維上面的空間資料 那 我覺得 基本的資料建置好的時候 未來在 三維的 不管是在災害 或是相關應用上面 就會有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使用 好 那上述就是 快速的帶大家先了解一下 資料圓的部分 那接下來要提到 就是 BGIS 它所提供的功能 的部分 好 那在BGIS 定途服務區這邊 我們提供了 他們超過三十項的這些 線上加值應用的工具 有 包含的 就是像 基本的等等 輔助你去 定位 或者是說 快分距離等等 或是說 有一些 算案資料跟 一些資料查取的這些功能 那還有就是 可以直接在 我的圖案上去做 那個 影像的位置 我可以在上面去做 標準點位啊 或是說 我量測距離等等的這些 服務功能 那在這個 應用分析工具這裡 有提供的像是 選擇的這個 影像分析服務 那還有就是 除了自己開發 一些服務之外 我們也有間接的 一個是 還有 在中心這邊所提供的 一些API 那這些精彩 也讓大家 可以在櫃上面去應用使用 那另外就是 除了自己在業務上面 可能 需要使用到的一些 業務的組織分析工具 那相關的這些功能 我們都有 他錄成超多是段影片 他可以透過網址去看 那或者是說 直接上那個 我們的 錄動網站影片 也會有相關的介紹 好 那這邊就 快速的帶大家 來 我快速的介紹一下 一些功能 因為不同的遊戲 那首先這個是 外錄上樣的 匯入工具 就是 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已經有位置 可能有很多 相關資料 或 可能對大家來說 因為他主要還是 針對所有業務上面 會使用到的一些 相關資料 那可能大家首先會有 自己的 想要使用的 相關資料 但是我們指揮上面沒有 那就可以 利用這個 外錄上樣貨的工具 來使用 那這邊裡面 我們會有這個 範例的檔案示範 所以大家可以參照這個 格式呢 將資料 打包上傳之後 就可以在指揮上面 直接顯示你自己的資料 那再搭配 既有 系統上面的這些組織 來搭配使用 那另外一個就是 資料影像上傳 除了相關之外 如果你也重現了自己的 開設照片 跟上傳上來比對的話 那這邊也提供一個 我們提供FG跟FPMG 這個格式檔案的上傳 那上傳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旋轉跟脫離你的照片 那去擬合 立表特徵之後 那進行一個 我們叫 朱月的這個理論 那也可以在上面 直接 就提到剛剛有一些 價值的 就在上面繪圖 或是標準點繪 那這些資料 都可以在繪圖 而使用 好 那這個是 減天有度的 術畫跟施工具 就是選擇了 你要 術畫的 當天的 理項資料之後 就是選擇你感興趣的範圍 那它就只要按個鍵下去 它就會計算 幫你去 揮出你的那個 RawD的範圍 的資訊就會顯示出來 那 在BG上面 所做這些分析的 結果 成果都是可以在下載 非常實用的 所以可以再把它下載 KMZ檔 那可以在Google的上面去呈現 那也可以將這個檔案 直接 提供給其他 可能不是使用BGs的 一些朋友或是同仁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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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透過這個方式就可以去找出它這兩個不同的範圍的一個差異 那這些東西都帶有詳細資料 所以是一個非常好用的一個初步分析的工具 那此外還有就是成天有做題目分析 可以直接在系統上面去做那個 像是直升指標跟隨體指標 燃燒指標的一個分析 使用功能都非常簡單 來大家看就是你只要選擇你的那個 影像資料之外 按一鍵就放你一鍵完整 那直接回傳到前台去呈現 那資料都可以下載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利用 那這邊這個功能是 剛剛提到我們有非常完整豐富的這些影像資料 那像針對如果你 這功能就是特別的適合用在地貌面前上面 因為你可能找好了一系列的 跟你某個關注區域的一系列的圖片 那你想要呈現它 從以前到現在的整體變化呢 就可以利用我們這個 進步動態版產製的這個功能 那將我的全圈號的圖片一張一張的把它截圖 加到關注區域的JIF檔裡面之後 把這個檔案產製出來 那它這個檔案就可以下載出來 在我們的檢報上面 或者是說在圖案上面去呈現 那以這個安迪來講 它是在泰馬里希 主持有的災前災中跟災後的整個 你系列的這個微信上的一些 的變化 那另外在我們的 分析工具裡面 有接接的很多計分師 他們所開發的素質高層相關的 一些API的功能 把它接接進來使用 那像這個就是 可以去做你的 入境分析的這幅面的高層變化 只要拉好你的路線 那按鍵 掀好你的模型之後 然後按下去之後 它就幫你算出來 我的入境 它的高層變化 會不會是怎麼樣 怎麼樣 那就是可以再把這些 另外下載機桿下來去使用 那還有就是 跟剛剛體股分析很像 就是選好之後 我就放了區域之後 選擇 我是要計算英影讀 然後或是波 波帳圖 或是等到建筑 那就可以直接 在基本上面 快速去展示這些 價值應用的這些成果 另外這個案例是 地政室API的 挖仔鐵方分析 那我們舉 它的應用成片 就是舉這個 夜色谷這個案例 來跟大家說明 這是在那個 台東邊海大南溪 上流出現的 一個夜色谷 那 主要是在那個 下流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說 就是這個水位 有一場降低 你就發現說 上流這個夜色谷 那確實 透過微信影像 就可以去走出 這個夜色谷它的位置 那也是透過 你也有 蠻多時期的影像 就可以去看看 但是說 它 什麼時候正常的影像 它的消展的景點是怎麼樣 那找到了一個 最適合的 分析影像之後呢 就可以用這個 挖鐵方分析的功能 因為 光學的影像上面 我們可以 從露眼就可以看到它的 水體上面的 呃 明顯的這邊有一個 夜色谷形成 那透過這個 挖鐵方分析工具 我去 呃 使用它的那個 數值模型 然後設定高層它 那去 就是 突然測試在 什麼樣高層的時候 我的 前方的 面積會剛好 跟我肉眼所見 工學的影像 它的 呃 微水面積 呃 形態一致的時候 大概可以確定出來 它的 呃 實際上的微水面積 跟它這個面積下面的 水體的量到底有多少 那 就可以得到這個 幾乎得到一個 出乎的水體的 水體的量 那這些資訊 就可以在做後續的利用 就是 像是做這個 在前世做一些 不可能 壞大分析的模擬 那去模擬說 當這個水體 它在 在這個 焰色谷它退縮了 那 往下流下去 那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去評斷說 這個焰色谷 有異極性的危險 就必須要通報給相關單位 來 去做相關的應變 等等的這些使用 那接下來是 呃 水保局 呃 在業務上面 也會使用到的 就是一些 阻塞災害的停滬工工具 那這個是那個 集水區災害 類似的停滬工工具 那 使用方式 會比前面 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也是 環環環上走 因為在我們系統設定 它都會 一步一步的去指示 你應該怎麼做 那像這個 第一步 第一步它會選擇設定參數之後呢 它會要你 開始 就是 一步一步的就是 第一個要先選擇 在地方去選擇 一定有一點的位置 那我們 系統也會根據 每個步驟去切換 適合 使用 適合的底圖 讓你更方便去判斷說 我這個時候 一個點位置應該全在哪裡 那去選擇集水區的範圍 以及去找 在這個集水區範圍裡面 最高點的位置 好 那 再來就是可以 位置核酸的長度 那 你是要直接出入長度 或是用位置的方式 那會完之後 系統會算從它的長度之後 帶進去 那就可以 各國的A碼子去計算說 這個 剛剛選擇的這個區域 的這個 流域大概 呃 它的 呃 單態類型會是什麼樣的 單態類型 好 那第二個 也是一樣 一步一步的 第一個先 圈匯集水區的範圍 那 圈匯完之後呢 系統會直接去找 你這個集水區 最基本的地方站 做個參考的資料 那 也 就是這樣一個底圖 讓你去 根據我們 系統方面所 可以找到的資訊 來去判斷說 呃 我們應該是 比較適合去解錄 相關建議的參數 會是哪些 那體驗完之後呢 再去選擇降雨場部之後 就可以也算出 它的 呃 這個 猶豫的 地球的那個 那個 那去年 去年我們也 把那個 就是 LAT社群的 全部分析模組 就是 把它整個 運用進來 對 所以今天講到 要先回集水區的那個步驟 其實 現在有一個 更方便就是 它有一個自動產生 集水區的功能 它 連選 在第一張 聯繫異議有一點之後 它就會直接去幫你 全會完 上面的集水區的範圍 就像這樣 那就會讓 呃 像使用者 就是更方便使用啊 因為像 像以我來講 我可能就 集水區可能 要全會也不知道 應該 實際上 全會的範圍要怎麼樣 它透過這種產生 集水區的這個功能 就可以幫大家更快速去上走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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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的分析 那接下來是這個 簡易土石流的介紹分析喔 那這邊一定要講 因為這個 這個功能 目前還是只有 針對水口局 呃 局面的功能使用 因為它還是比較吃路 算效果的 那 後續會針對我們 系統冰川資源 在 事情放滿來 對外開放 那它就是用來 簡易也評估 我們的土石流 發生之後的 它的 綠營模式 時空分部會是怎麼樣 那 在使用方面也是 是針對我們所關注的區域 到哪兒去選擇 分析區域之後 還有 去 捐檢可能的 詐料的區域 那這邊都會有一些 建議的參數 我們把參數設定好之後 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調整完之後 按按分析之後 就會再 送回我們的主機去運算 那運算完之後 會把這個成果 在Email的方式 或者 寄到這個 同樣的信箱 那 在登附的時候 就可以去看自己 下這個訂單 它可以整個分析的流程 那 基本上 呃 簡單的功能介紹 就介紹到這邊 那後面 帶大家看一下 一些綜合器的應用 那 以這方面來講 是最好覺得三郭地 畫地範圍的 變更應用 那這邊它是將 可以將這個 畫地前 跟畫地後的三郭地範圍 相組織 匯入之後 那繼續調整 它的 像 相組織的一些處境 顏色 去強調 我要關注的範圍 那這邊 再配合 我們 裡面 系統裡面的一些 符枝 把它套疊進來 套疊進來去使用 就可以更清楚去看到 限定的狀況 好 然後這邊 搭配就是一個 均勵型3D的模組 那 把它 開啟之後呢 可以去調整它的 高層倍率 這樣就可以去 更清楚去看到 那個高層 整個電話的進行 那像這個情況 那就是 可以用來 輔助我們 不管是 之前的分析 判斷 評估的 使用 或是說 我們事後的在 畫地完成之後 來做成果 報告成果說明的時候 也可以 用來輔助說明 就是說 確實真實的畫地 確實是 跟以往相比 它 在一個總色的連結 讓這個地方 畫素上 做地範圍以外 另外 再來 這個另外一例 是在 2021年的 一台風的 預水溪的主潮災害 那 因為我們有 完整的 這些 微型箱資料 然後 剛剛的 這個 線上分析的 模組 的功能 都可以去 檢視這個地區 它歷年來的集水區 對 公開的一個情形 好 那 剛剛 沒有提到一點就是 水保渠 這個 鴿子位置 它是 水保渠界階 使用的一個 位置影像 那它 最密集 是每天都有 異圖影像資料 那這是在當時 就是 災害發生 事後最快可以 取得的 影像資料 那就可以從 這個最快出 取得影像資料去 可以先看到 它裡有一些 初步的公塌 跟這個公塌 擴大的一個情形 然後 在 四方有多久 有時候 同仁都去現場 UAP 拍攝完之後 透過我們的 UAP上傳模組 將資料上傳之後呢 系統的 基礎解決 判斷完之後 幾個小時內 就可以把這些資料 發布在PG上面 那 就可以馬上 在PG上面 來檢視這些 使用這些資料 那 相關的資料 也都可以透過 分享的方式 馬上分享出去 給相關的同仁去使用 那像這個是一個 當時後 運行視察的時候 所提供的一個 示範的一個案例 就是前後期的影像 它的底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從你看上去 就可以看到一些 新生的公塌 跟後來跟它 擴大的一個 地區的一些 的一些跡象 那 再來就是 在 再後呢 就是用 這個 找一個 運輸率比較低的 檢視訊的影像 來看一下 這個 UCCD這整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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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整個集成區 它最新的一個 公塌範圍的分布 以及它的面積 的變化 這邊就可以快速去評論說 現在 整個範圍的公塌面積是多少 好 那 另外這個 是不是 剛剛提到的這個 檢視圖石油 它還可以在 那個 三圍的方式來呈現 都可以更直觀的去 看到這個 土石油 它在發生過後 發生的時候 它的整個 育餘的始終的分布情形 那 提供給這個 我們 第一線同學可以參考的時候 可能在 多久的時候 這個最嚴重的 這些 災害會發生在什麼地方 那 透過這樣子 工作的物資 的模擬 提供給 低線同學 Q產口的人 評估使用 OK 那 當然很多人就是 因為有一些人 會有一些虛構 就是說 在上面我們看到的土字 想要帶自己的手機 或者是我帶自己的 單機的JS 問題來去利用 這邊就提供一個 離線地主產這個功能 那可以當前 可視範圍的這些 圖子 你可以去做 區塊的檢取 那把它打到下載之後 下載成9DIF 或是9PDF的方式 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機 跟 這個 DLS軟體來去使用 那也可以搭配這個 有外線的APP 那就直接在 我的手機上面 去使用這個地圖 那 此外 如果要在手機上使用的話 去年我們也 釋出了這個 VGISION 戴著板的功能 那這功能就是 大家如果 你用 就是它會自己 偵測你使用的裝置 如果你使用的是 手機後體版的話 它就幫你導向 戴著板的功能 那戴著板它是 你要別的上面查取圖子喔 然後 但是它就是不會有 像剛剛講到的 這麼多功能可以使用 就是 可以簡易的去在上面查取 剛剛 套底我們剛剛提到的 限量圖子 跟去搜尋這些品量圖子 當然它會GIS定位的功能 你就可以可能在 戶外的時候 就可以去實驗使用 說我現在 呃 是在位於什麼區域 那我附近 可能就是說 是不是在上部階段 我不是組織的情緒系統 不一樣的方式來做定位 來做使用 還有就是 近期就是 也在接網這個 主題故事的功能 在VGIS 它有提供這功能 那這功能就是 呃 我們可以自己 建定一個自己的主題故事 使用者可以自己 建定一個主題故事 因為我可能在 上面 我會做很多分析 我現在把這個分析 記錄下來 那 分享給其他的人 我在 建定主題故事的時候 我可以去設計 不同的分境 每個分境我可能是 我這個區域 我的分析結果 那我可以服務一些 文字的描述 或是說 另外的圖片 以及影片的記錄 在我每個分頁裡面 去做呈現 那所以 在那個分頁 我就會有自己的 描述跟記錄 以及當下 我在 GISNBG上面 所做的 在這個位置 所做的分析 我開的這些主題 都把它記錄下來 那透過可能 我可能可以做四五個分析 把它變成一個主題 那這主題 就可以透過 連結方式 來提供給其他人來使用 那 像是我們目前在 網看上面 已經有公布了 這個十個主題故事 像是 比較帶來類似的 尼伯特 然後 尼伯特 的這些案例 還有一些 豪雨灘海的這些 東西都可以 直接用這個主題故事 都沒有分享出來 那另外 除了這些比較 生命 或是說 比較看起來 比較沈重的主題之外 也有像是 HOSE的肚子 可以滿是用在那種 較暗的使用 就是像這個HOSE的地圖 用 它就可以把你的 你的 就是像是 我教練訓練裡面 說這個地方 怎麼探視這個 這種地形 那 就可以直接在上面 直接做示範 那把這個東西 把它記錄下來 那還有一些 像是地貌變遷的 像是台中 市政府陽明大樓的 地貌變遷 還有在 我們 雲林萬海 太陽門板 就發現一個 有一個 像台灣的一個主事 也都可以多過地貌變遷 這東西 把它做成為主題故事 來分享出去 那像在 去年 在海灘高中 因為現在高中地 最大的關係 在海灘高中這邊 有做了一個 因應課程主題 有做了 入寶人文地理 一個應用的主題 也是相關的一些應用案例 所以目前 就是在 地質資料非常多 那也有一些 基本的功能 可以在上面使用 所以 就是看看使用者 怎麼去使用 除了一般我們在地步上使用 或者是在研究上面 教學上面可以使用 那像是 近期 因為我們去年 就一直在推 這個高中地理課程 就是因為 現在高中是需要 用到一些 中間資訊的內容 所以就 目前利用比率 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好 那剛好提到 相關的ADI 我們都會盡量的 就是把它開放出來 那陸續的 我們也在 持續的在發佈這些 可以開放 開放的組織ADI 大家可以在我們 除了取得 資料平台裡面 去看有哪些資料 是大家可以使用 或者可以自己 去借錢 來申請使用 好 那這邊總結的部分 其實就呼應到我 第一張 我影片那邊講的 BNews 是一個 具有非常豐富 投資的一個系統 那 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要超過12萬 投資的 那總資料量 已經超過180D 那也有提供一些 非常容易上手的分析工具 讓使用者 可以不需要任何的 搖側門檻 就能夠輕易的 上手來使用 就剛剛的 分享的一些案例 其實陸續 也有 應用層面是越來越廣 雖然說 它是一個最高的居民 也有上面是一個系統 但就 因為資料量開 資料量很豐富 那大家可以用這些資料去做 別的方面的領域的使用 也都是非常適合來使用 那 近期我們 最重要的關係的也是 所以希望能夠 政府所開放 開放這些資源 都能夠充滿被提供 所以我們有 將我們的 能夠提供出來的 開放組織 這些API 都有經驗為 來向外提供 推動機關金融 這些資源的動向 那 這是 主要 今天 PGIS的 一個簡介部分 那 我還有大概 十分鐘的時間 寫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嗯 一般使用者 就如果 如果不是用在業務上面 OK 怎麼用來使用 DVGIS來做這些價值利用 好 那 這邊先聲明喔 接下來的那個 按理示範是 個人主觀想法 就不代表水爆組的立場 好 那 我自身經驗喔 我是 彈化不敢人 對那 所以呢 我想就 從自己的生活中 出發 跟自己的生活經濟出發 來 使用這個系統 對那 先跟大家 科普一下喔 大家知道那個 彈化人口非常多 他是目前 所以六股里外 這個 人口最多的一個縣 對那 這個是 去年吧 去年 選舉前 有在炒說 彈化縣到深格層之下市 這個議題 那最後 為什麼因為那時候我們人口 還有一百二十五萬人 對那 最後就是 無集合中 那 去年底也開始就是 跌破一百二十五萬 對 所以 今年起 我們的 副縣長 因為彈化前兩位副縣長 但是因為人口 降低了 所以現在只剩一位副縣長 對 真的是彈化 看人口非常的多 那 從地圖上面來看 應該可以發現 彈化人口占了很多 但是 他是 除了 在台灣 就是在台灣 台灣本島裡面 面積最小的一個縣 他的 面積只有 1074米8公里 對 那 所以你看 人那麼多 然後面積這麼小 不過 靜靜的是 他同時也是 三部地比例最少的縣市 對 從我們這個 三部地的 面積重計表面來看 這個 到底我們一百一十一年 這個三部地範圍 最高峰 這個三部地範圍 大家可以去看 然後 除了在 靠東邊這邊 的 部分的八高三大之外 其他都不屬於三部地範圍 所以 目前 是 顯赦於 零縣是 目前還是 那個 三部地比例最小的 零縣市 那另外一個 就是 彈化目前沒有擺貨公司 這邊 喊化那個 西方三葉的順序 好 那 另外一個 通常 通常我 對外來介紹 我都不會說 這是彈化人 因為我會說 我是錄稿人 這可能是那個 就是協力裡面 那個一服二路 的自尊心作祟 所以我還是都會 介紹的時候 我都會做一個 入港人 對外來介紹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會有困擾 就是 你在問你說 你是入港馬里人的時候 我回答不出來 那為什麼回答不出來呢 因為 一般而言 大家 普遍認知的入港 其實就是在 這個長崖公里寬七百五十公尺 這個市區的範圍 對 那 大家看一下 我家的位置 離市區 大概有兩三公里的一個距離 對 那 所以 我 我無法跟大家說 我到底住在哪裡 入港的哪裡 因為 我家附近也沒有地標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看 附近就是 田跟住宅 很難 很難 去形容 去解謠出形容到底 我是住入港的哪裡 我是入港哪裡人 那 這個問題 在去年我在 做那個 海灘高通的那個 入港主題故事的時候 我在 入港的福度哥 地圖上面 找到答案 而入港的福度哥 它是 嗯 這個地圖 是我在去年時候做的 因為 入港 它其實在七月的時候 以前福度的時候 不是 七月十五福度 而是會在 每一天 非分區不同的地方去福度 所以在福度哥上面 會提到很多的地名 而這些地名都是以前 附港的舊地名 所以我就從 我們上的資料去查 那大概的去圈會 初步圈會出這個 福度哥地圖的 空間的分布 然後就發現 在最東邊這邊 有個 二十五號福度的這個地方 叫 去挫谷 抠出溝 那抠出溝 是 雖然我的點位是點在這邊 但它其實它的範圍也非常大 因為它是 我找的就是 就是找那個當地的信仰中心 那這是一隻一隻尖廟 那我就想到說 我小時候常常來這邊廟拜拜 那為什麼 為什麼我會來這邊拜拜 後來才發 從王上教才發現 原來 我家就是 抠出溝裡面 其中一個地方 那為什麼我會不知道呢 因為抠出溝非常的大 它其實是由十二個樁 可以組成的 對 所以我就在王上找資料 然後就找到這本書 是許家瑪老師寫的 這個入檔抠出溝十二樁 就在裡面找到了 關於我家附近的一些文石記載 然後就確認 對 以後要講 就定的時候 我們就是 在那個抠出溝這個地方 對 這個就是我在 葡萄哥第五上面去找到 就是一些 用逼去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發現的一些 一些想法 好 那 火國橋 就念陸港的 也有個叫洛晉國橋的地方 那洛晉國橋它是 嗯 洛晉是陸港的一個舊稱 因為 洛這個字跟陸港的 路它的發音是一樣的 就是 對 那金它是港口的雅稱 所以洛晉聽起來就會比較文明一點 對 那它以前 這個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東院的百年歷史地圖裡面 在1921年 大正時期的 日治台灣綁圖 呃 我現在用的是那個 雙字雙顯示 所以兩邊的那個 尺度是一樣的 那我這邊定位的這個位置 就是我已經不曉得位置 它以前就是一個名叫烏浴寮 那烏浴寮 它是一個 路崗溪所環繞的一個福島 對 那 就是每年冬季 以前啊 每年冬季的時候 連烏浴會回流到這附近 因為它是林海的地方 所以漁民就會在這個島上面呢 去 呃 呃 去補烏浴寮 所以它就有這個烏浴寮這個稱號 那後來因為 呃 因為要清建學校 的關係 再加上因為 它會 痰痛不安嚴 所以常常這路崗溪就會 泛濫激 所以後來就把它直彎曲直 讓烏浴寮這個地方 可以跟市區相比 好 這邊今天我要講一下 就是 都港人很喜歡吃烏浴寺 那大家如果要買都港烏浴寺 可以去 都港烏浴寺跟外面 不一樣的地方是 都港烏浴寺在取烏浴寺的時候 它的 頭這邊會有塊乳肉 對 就是乳肉 就是防止它的乳軟溢出 那其他地方會綁線 那所以在 鹿港 如果買鹿港烏浴寺的話 可以找這一種 對 然後鹿港人真的很愛吃烏浴寺 我自己是不吃的 但是從一些 我實際上可以看到說 有多瘋狂 就是 呃 這個中泰越在鹿江湖 治池裡面就有提到 就是 以前鹿港這邊烏浴寺非常盛產 然後也都很貴 所以 但為了吃烏浴寺 是寧願去 點當家產也要去買烏浴寺來吃 然後最後這邊這兩句 就是 一樣是一浮二路的那種情節 就是 就是鹿港烏浴寺還是最棒的 比台南更淡 對 這個是看鹿港人多的堅持 好 上面這個膠底是 比較 俗面 鹿港學院會講的 就是愛家歐浴寺漢口 也是因為 就是 要吃烏浴寺 裡面 把衣服都點讓掉 不穿褲子沒關係 就是要吃 對 像我是還好 我自己是不吃的 所以褲子還有穿著 好 那剛剛看到 烏浴寺那邊 鹿港鐵灣取植 我就把尺度放大一點看 可以看到 雖然這邊鐵灣取植了 但是 其實整條鹿港溪 還是非常歪嚴的 那再加上它上市 同學系的資料 所以它是非常容易 呃 這邊 原本是何改啊 那就是因為 一直淤積的關係 所以到後來這邊 就是會有一些淤積氾濫 所以在 日治時期的時候 就俗信了 連進 集團取植 將整個陸廣溪 就新建了這個園林大台 那個陸廣溪集團取植 所以 就變成現在這個情況 那 這產生一個問題 因為它加上取植的同時 也將圓頭這邊點結斷 所以 它是沒有水源的 那沒有水源 但是這條鍋還在啊 這條鍋還在 它的功能就只剩下雨的時候 將水排 往西排到台灣海峽去這樣子 對 那就會出現一個 小時候我們 惡夢的地方就是 這個地方很臭 很臭 就是 因為沒有在管理 可能附近都是打草重生 然後裡面可能會有 油垃圾或牌子加提備水 那 更恐怖的就是 陸廣遠距 古話叫做 西嬌吊曲頭 西嬌棒劇好 這我小時候惡夢 我想說很怕樹林跟水溝就是 會常常看到一些 讓我晚上睡不著覺的東西 對 所以在 那個歐登市區面圖裡面 這邊 它有寫了一個 工程點會在這邊 叫做 陸廣西風華戰線工程 對 然後我們從這個是 因為107年的時候 那個 水地鼠涉合局 跟那個 剛剛先生的輔助 要來整治這個陸廣西 所以我們從這個 航道圖上面就可以看到 這個陸廣西 它的整治過程到現在 完成 去年已經完成了 完工的 這個變化 一開始 航道圖上面 航道圖已經很高的解析度了吧 甚至是看不到的 因為 因為兩邊有一些違章的鐵皮建築 跟一些樹林 把它整個擋住 這完全看不到 那後來就是陸續 有先將建築拆除掉 然後做出人情報之後 那在整個 河川的整治工程進去之後 到後來 大家可以看到 2022年去年的 威信領向圖上面 可以看到 完整的這個陸廣西的風貌 那像這個 炎海廣城西方紀念治 剛好同時有一個工地 在整地 蓋一個新的建範 因為我覺得這張 這個很有見見之旅 這一席的消息 一個面是它的那個 接警組裝 上它的變化 這是從一個路通 第二從原本 有一些 圍¬篷建築的地方 然後把它變成 先拆除being Power 然後然後再 再來整治西洋 變成整個面 是臉大開舟的 所以大家連駕也放到陸港人擠了 可以用預知做我們一個階級的功能 就可以用階級的方式來游覽這個陸港溪 那在右邊這個除了階級之外 右邊還可以搭配你的三位的這個 正面向結束之後就可以往這邊 以鳥看的 鳥看的角度去看這個陸港 往東邊的這個風貌 像這邊這邊你搭牌過去啊 那邊出來有八道山脈 那在我們的陸港人擠站六個階 就可以去證據你這個 有興趣的區域直接去做這個階級 就可以直接連到Google階級去 我真的蠻喜歡那個Google階級的這個功能 因為他就是會有一個歷史階級 就是他除了他除了階級之外 他過去也都會留著 而且就可以在這個階級裡面去看到 過去留下一些記錄 這個也是同一條希望 剛剛從2009年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就是超級高大 然後後來慢慢的就從 也變成目前這個狀況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 除了就是入廣系列變化之外 也是那個 外面有個電商的廣告 這個也是房子也是從幾百萬 變幾千萬這樣 因為我時間有限 所以後面的分享都是 比較個人 個人形式的分享 我覺得應該要留些時間給大家 來提供跟發問 所以今天分享先到這邊 那大家針對 目前的分享的主題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的 沒有嗎 沒有嗎 有些時間 我再繼續站下去 對 好 請說 好 請問 有非常多的隱藏資源 因為這樣 目前有非常多不同的同學 可以讓大家使用 所以這樣 看起來大部分孩子 採完全不同的來源 因為我考慮就是說 你怎麼去保安 導致有自己的檔案 做檔案 其實檔案也沒有可能 我一定要放出來 不是 無憑假的 我都不要 檔案的放出來 對於實際檔案方式 對 就是如果有一些 非法理精采的檔案證資料 再往後 你都可以實際檔案跟檔案證 這樣 目前 上面 剛畢業 現在我要畢業 嗯 還有這個影像的部分 因為像是剛剛提到API的東西是 我們幫不出去的都是因為沒有 做成真理的這個資料 那 因為以API的方式來講 它提供資料比較方便 因為像是以實際 提供實際檔案來說 呃 像是 Lazer的或是Centennial 這些 開放微信檔案資料 都是可以直接在他們的 這些 溝通在用同組上面的一些 檔案是可以直接下載的 那我們只是 有花前面的工夫去把它整理出來 對 所以 其實回回到這些開放資料 其實是回回到原本就可以去 去申請這樣 那 其他的 微信影像 像是水管局 購買人這些影像 它就有重學性的問題 就無法對外提供 就是主要還是我們目前 在影像 提供部分還是指 開放到就是 針對 局面同仁 或是我們 執行我們計畫的 核發案的廠商 可以來申請 對 那這個也是考量到 在譬如說 航空照片 或是 一些這種照片 我們也都是跟其他機關 合作取得 比較不是 水管局去產製的 所以 跟 在合作取得的時候 它有一些 就會限制說 你的用途就是 可以用在水管局利物上面使用 所以 這個東西都是 比較 能開放的時候 我不會開放 就是授權機上面 我們必須要能夠 均複合 其他機關的規法 好 那 時間也差不多了 接下來是 因為還有現場的演講 結果 今天的報告會就到這邊 那 最後面 睡覺的裡面 如果大家有相關問題 可以多過裡面 很多人聯繫 那謝謝大家